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令人惊讶的是 其中45%的担保的贷款 又是没有担保品的 而曾经在9月16号说 我保证今日起市面上贩售的商品 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位食药署的代署长江玉美 上个星期又把南王化工的声明稿 当成集合报告 发给立委了 那么当田秋吉委员痛批 政府怎么可以替厂商背书 发声明稿的时候 结果会议主席又出来护家 好 这个主席是谁呢 就是在网路上已经爆红的 王玉敏立委 另外顶新的私人飞机 停在机场的费用 比百货公司的停车费还便宜 我没有讲错 交通部长他的回答是 他可以创造许多的就业机会 我快昏了 我带你来看看 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食安的问题 大家社会大众 对于顶新的高层 是否搭乘 私人的商务飞机 闹跑离开台湾 这个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也为之关注 那我在这边 要请教部长 你知不知道 你停车的时候 你到百货公司 或者是到医院 停车费一个小时 大概多少 在台北的话 一小时可能50块左右吧 部长比较少出门 你到百货公司到医院 大概都要80块以上 或者是100块左右 停车费是非常的贵 那我请教你 那像顶新啊 郭台铭他们这种 私人的商务飞机 他们停在机场 一个小时的停留费 是多少钱 我这边不记得 但是我知道是非常低的 那我也曾经跟民航局问过说 为什么那么低 可能一小时也就是 80块100块 类似这样子 部长 这个私人飞机 它停机的费用 比我们开车 到百货公司 到医院 处理事务的时候 的这个停车费 还要便宜 就是部长刚才说的 我现在要请教部长 就是说 按照民航局的 使用国营航空站 驻航设备 及相关设施的收费标准 第15条 它里面就明文规定 这种私人飞机 它的停机费 停留费 它是按顿数去计算 那一顿 就是28元 那私人飞机 大概都在63吨左右 那如果你知道 把它处理24小时 它一小时的 私人飞机的停留费 大概只有73块左右 我们开着70万的车 到百货公司 到医院 的停车费 大概就要80 100 它一台 私人飞机 造价都大概7亿多 7亿多 它停留在 这样的一个 国家的 国营航空站的 相关的设施里面 它的停留费 却只有73元 部长认为这样公平吗 有没有必要检讨 这个我有曾经 跟民航局说过 去年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会这样便宜 要不要检讨 那他们是 去年就要检讨 那民航局的说法 那我也有问过 企业界的一些说法 是这样子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说 私人飞机来 其实不是要去赚 它那个钱 但是一个私人飞机 常常到我们的机场 可以创造很多 其他的工作机会 因为像飞机的维修 保养 等等 事实上 那我们开车到百货公司 也创造很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到医院求诊 也创造很多 医护人员的工作机会 那是差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但是就是说 这个费率 我们有叫它检讨 那据了解 跟邻近国家比起来 我们是也没有说 特别的便利 部长这个要检讨 我们会检讨 社会的观感 是 我刚刚快昏了 但是我现在醒了 因为 Alan我们看看 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大家凑点钱 我们来租一个停机位 然后来晒棉被 不行 人家是专门停飞机用的 真的吗 那杰明 我们凑点钱 我们来让小孩子的 那个遥控飞机 有个地方可以停 那可以摆大概1000台吧 对 我们来算这个数字 其实我们要相对于 其实其他的国家来看 那如果是一天是 这个一个小时 是80块来算的话 那么 大概14小时才多少钱呢 1920 那你知道 如果你今天是提到 我们不要说别的国家 我们就讲中国好了 你知道中国 比如有私人飞机 摆在深圳的 这个私人航空公司的话 大概一天要多少钱呢 不知道 至少3000块以上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台北松山机场 它是在 而且你要知道 以深圳机场 它你要坐开车 大概需要 差不多50分钟 如果你坐捷运地铁 他们地铁呢 大概要一个小时 你才能够到 这个深圳的机场 可是我们松山机场不是 你不论怎么走 这个如果 尤其像是我们说的 这些所谓的 东华南北路 中校东路 这个一级这个商办 那么到松山机场 大概20分钟可以到 它是市中心 那我们再讲一句话 今天你在市中心 随便停个车子 那客气 他们就半小时计算 好不好 半小时60块 哪有在跟你算 一个小时的 因为你越近市中心 像我举个简单例子 像我住在这个 明深东路附近 那你知道明深东路 跟这个敦化北路 这一段附近 有很多的餐厅 很多顶级餐厅 那那个越近中校东路 那如果说你今天车子 真的找不到地方停车场 我恭喜你了 你一进去 可能一出来一个小时 120块 谢谢买单 所以那你停一整天多少钱 所以我们这个逻辑上面 你去思考一件事 国家把这么多的资源 放在市中心的松山机场 而这些有钱人 他们口袋是比我们一般更深的 一台飞机造价要七亿五千万 他一个小时停车飞79块 就我们政府说这些人拼经济 对啦 鼎心真的拼经济啦 拼到谁的经济 拼到他口袋的经济 嘟嘟我们老百姓的这个 这个伤害我们脑袋 伤害我们的肾 让我们痴呆 对不对 他就飞得过来一个小时 79块钱 我觉得当这个 我们的交通部长 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刚刚露了一个马脚 对不起 应该他不叫马脚 我不知道什么脚 因为他不是马英脚 他不姓马 他什么脚 我搞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确定这件事情是 当这个委员在询问 我们交通部长说 如果你去百货公司 或去哪里的时候 请问你一个小时 是租金是多少 他竟然回答是50块钱 真的这个人 他完全不知道 民间的生活 其实在台北市 来来来交通部长麻烦你 麻烦你让我知道哪里 百货公司一个小时 可以停50块 真的 拜托我一定去那边 百货公司消费 让我知道什么 50块钱 台北市中心 所以你看他 这个天龙国的交通部长 当然他就会觉得 这个他可以拼经济 好 我再讲第二个要件 其实松山机场 在马总统的这个领导之下 他觉得松山机场 不但不能废 而且要加大更多的 就是商务的这个旅行 因此他马总统真的也很贴心 他就把他的专用机瓶 就让出一块 就要去做这个商务的这个停机 你知道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包括郭台铭先生 都去标那个地方 你知道标的目的是干嘛 就是跟我们主持人想的意思一样 标下来再转租啊 真的 立论啊 所以所以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不是你我就已经知道了 其实郭台铭早知道 可是很抱歉 那次他的这个标案 他是惨召滑铁卢 还有比他更厉害的人 出稍微高一点价格 把他KO掉了 谢谢 谢谢杰秘 我有郭台铭急着投资眼光 是是是 所以郭台铭也觉得 这个是这个投资 好啊 一本万利啊 不错 所以这样子 我说各位朋友 以后你开车 找不到停车位 干脆直接开到松山机场停机坪 那比较便宜一点 我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来问邱委员 这个我们的政府官员 什么时候这么谦卑 就是说他说 我也去年发生过这个问题 然后我也请这个民航局研究 结果他们说了说 一点理由以后我就算了 这是交通部长的态度 傲慢跟无知啊 松山机场是首都机场 寸土寸金 然后它航线一下 又扩级两岸 又扩级国际 所以平常时候就是 一个停机坪难求 很多都是这个都塞机 都是因为没有停机坪 照理说对这个民航机 应该是优先使用 他给到商务机 私人飞机 用这种费率七十三块 我乍听我以为是一秒 我刚刚我在现场的时候 我以为是一秒七十三 一秒七十三 一分钟四五千块 然后这个一个小时三十万 我觉得对对外加 这个应该可以交代 一小时三十万 对他们来讲 七亿造架的飞机 非常非常合理 但是我们看到是一个小时七十三块 结果这个他还大言不惨 叶矿才大言不惨 说他去年就已经指示民航机 要做检讨 为什么不检讨 经过了一年 你还让这种情况发生 然后让这个民航机塞机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然后却独厚这个所谓这个魏加 独厚这个商务飞机 你创造什么工作机会 你创造什么商机 你带来更多的问题 叶矿时本来就是最大的这个 这个问题所在 因为你看前几天这个马英九总统不是帮谢立功在助旋吗 对 他在助旋场的时候 叶矿时你给我听着啊 你这个谢立功开的支票 你全部买单啊 他还点头 不然他要咬头吗 要吞下去 他也没有咬头 他就吞下去 所以这种的叫做牧长 不是民间疾苦 知道的问题也不去解决 要放任在那边 我根本是为财团在坐驾 为财团在护航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叶矿时是非常的不适 很多的问题 我们稍后回来 这个事情还是小条的 没有 更离谱的事 对 更精彩的质询 稍后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